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在礼拜五的这一天 原本预期是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因为今天晚上 美国要公布PC物价指数 不过在今天台积电带头冲锋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台股在盘中 吉拉大涨将近300点 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在昨天的时候 国发会公布了最新的 警戏对策灯号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帮大家解读一下 现在这个第二颗的黄红灯 到底对于景气循环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指数我们的观点 一直都是告诉大家还会创高 只是在创高的过程里面 它要怎么走而已 那另外礼拜五的节目 我们通常不会录得太硬派 就是让大家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我们会讲的比较多 关于心态 以及我们在交易上面 有没有哪些习惯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所以我们要来聊一下 关于八成的投资人都有的坏习惯 然后我们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改掉这个坏习惯 其实没有很难啦 好不好 在今天的正片开始之前 一样提醒大家 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节目 帮我们点赞 还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频道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公布的景气对策灯号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其实已经有秀过了 说关于4月份的这颗黄红灯 因为昨天还没公布这颗 而这颗最新公布出来的分数是35分 所有9个细项 因为大家知道 景气对策灯号最高的分数是45分 每一个细项最高是5分 所以95是15分吧 35分就代表现在是一个什么 黄红灯 只有黄红灯 那在黄红灯代表的意思 就是我们目前台湾的景气 是处于一个比较热 偏热的状况 一个偏热的状况 而在这9个细项指标里面 你包含了像是货币的 这个货币基数 货币年帧率 或者是你看到股价指数 或者是看到劳动市场 看到制造业 看到服务业 都会有不同的指标来去做衡量 那在这一次公布出来的所有指标 其实都暗示了 目前台湾的经济动能相当稳健 也就是如果用股票的话语来讲的话 就是基本面非常好 而第二颗的黄红灯 景气仍然加速扩张 在昨天节目上面 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 景气循环 它基本上都是要用年来去做计算的 而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5月 别忘了 我们的景气对策灯号还在蓝灯 蓝灯是一个经济非常低米 非常冷的一个状况 那你说去年5月的时候 还在蓝灯 今年5月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黄红灯 所以这一个景气扩张 我们讲的是扩张 从复苏一直到成长 这个扩张期 其实也才走了一年而已 而你今天要走一个库存循环 你要去走一个投资循环 动辄是三年 动辄是七年 所以为什么台股能够涨这么多 很多投资朋友会觉得说 来到了两万三千点 是不是指数已经长不动了 是不是极限就在这里 但是每一轮的景气循环扩张周期 往往都会伴随着指数不断的创高 不断的创高 很久以前大家都觉得万点是天花板 后来指数来到了多少 万八又觉得万八是天花板 现在来到了两万三千点 还是有人觉得两万三千点是天花板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你时间拉得更长 我们这个周期你拉到五年 拉到十年 两万三千点绝对不会是天花板 甚至这个高点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很有可能就会被突破 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台湾的景气 在一个扩张速度非常快的阶段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基本面这么稳健 那我们在做操作上面的话 你一定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站在多方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不管是去翻空 或者是你把股票清空 我认为都不是好的交易策略 因为你都已经知道经济基本面 在告诉你说 现在就是多头结构 现在就是主身段 那你既然已经知道是主身段了 你的操作策略一定就是偏多操作 你要控制的是持股水位 今天行情好的时候 我们的持股水位拉高一点 行情比较震荡 甚至在短线上面 有可能会去做修正的时候 你的持股水位就降低一点 这个才是对投资朋友最好的交易 不要幻想会崩盘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前天也跟大家讲过了 不要幻想会崩盘 因为现在基本面的这些经济数据 已经告诉我们了 没有这个可能性 至少现在没有 除非我们看到什么 每一次历史上面的崩盘 大幅度的修正进入空头 这个往往都要伴随着什么 经济衰退 你在经济没有衰退的背景之下 你很难看到股价指数 要跌超过20%跌超过30% 进入所谓的空头修正 在没有所谓的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 我们几乎不太会看到这样子 所以你说现在23000点 好假设给你修正10%好了 也是跌2000多点 跌2000多点的话 台股还在20000点之上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 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有18000就是地板 在未来几年 18000就是地板 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投资朋友 从过去的8523 然后到12000点到18000点 每一次都在期待说 如果股价能够再跌回什么时候 我就要进场 结果越等股价就越来越高 越等股价就越来越高 发现股价回不去了 那你说后面 未来有没有机会再跌回去 你说你在未来的10年里面 有没有可能遇到经济衰退 这个可能性必然是有的 因为你景气会循环 你一定会有去化库存的阶段 但是你要等10年吗 你要为了等那个10年 然后结果你错过中间的时间 能够累积你财富的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不对 你这个逻辑一定是反过来 你一定是现在能赚先赚 等到后面 如果真的要去做修正的时候 你能闪开多少再避开 这个东西就是股市里面操作的 所以大家要有循环的概念 那你知道景气会有周期 股市会有周期 而作为投资人 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功课跟研究 让你怎么样能够穿越周期 所以在目前景气热络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投资朋友都不需要太担心 而国发会公布的 这个除了景气对策灯号以外 也同时公布了所谓的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是领先什么 领先GDP 领先经济成长率 所以领先指标我们会发现 这个低点大概在什么时候 2023年9月 也就是我们去年告诉大家 我们去年在2023年9月的时候 告诉大家台股即将进入主身段 为什么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领先指标 差不多要直跌了 差不多要直纹了 所以领先指标后来一路向上 这个暗示的是什么 我们台湾的景气循环了持续的扩张 我们把领先指标跟台湾的 GDP成长率来去做一个比较 给大家看一张图 你会发现什么 蓝色那条线是GDP的成长率 红色这条线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景气对策灯号 而景气对策灯号跟领先指标 息息相关 所以景气对策灯号 开始转向出现拐点的时候 我们的景气成长率就开始往下掉 2022年走了一段的库存趋化 那个就是所谓的库存趋化的循环 那你在2023年落底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景气对策灯号 开始往上拉 而GDP的成长率也开始跟着往上拉 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这一波的景气扩张到底了吗 当然是还没 我们目前台湾的景气扩张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才刚刚开始 所以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这个景气对策灯号 我认为还有机会再往上走 会不会到红灯我们不确定 会不会到红灯我们不确定 但是这个黄红灯应该会持续一个 至少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今天呢 景气对策灯号没有出现拐点之前 GDP呢 这个增速不太容易放缓 甚至今年你会在后面看到中央银行 看到主计总处 看到各大的经济研究机构 会不断的上修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台湾经济很猛 它在第一季的时候这个出口 还有我们整个所谓的经济内需消费的部分 几乎都是超过所有这些机构的预测 那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AI带动的 所以台湾目前的经济热弱 大家愿意消费愿意花钱 那GDP的增速啊 很有可能就会被上修 当GDP被上修 经济成长开始加速的时候 你的股市当然就不会有极限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强调说 你要学会看总经 你要知道什么叫景气循环的周期 你如果学会看周期 你会在去年的年底的那个时候 跟我们有一样的观点 就是接下来应该是祖生段要来了 祖生段会涨到哪里 不知道 去年10月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涨到哪里 我们当时还觉得说 涨到2万点应该算蛮多的了吧 很多的机构也认为 今年的高点应该是2万点 结果没想到AI带动了一波出口 带动了一波新的外销订单 最后整个经济成长 哄整个起来 你整个经济成长动能起来以后 哇股市的这个天花板就被打开了 所以呢能够冲到2万3千点 不要预设天花板 虽然你要居高思维 但是呢不要随便的去摸头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在多头行情里面 就算你不认同要做多 你觉得做多会害怕 但至少你不要去做空嘛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做空 相当危险 相当危险 你说空个股 好啦 你的胜率大概还有一半一半 但如果你是去空指数的话呢 我想大概今年你的绩效 不要说归零啦 因为这个指数真的拉蛮多的 你如果去空指数的话 今年的绩效应该是相当相当的糟糕 所以呢你一定要站对方向 你方向如果选错 你跑再快都没有用 记住方向一定要选对 方向选错 你跑再快都没用 而帮助你决定投资的方向 很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去看总体经济 去看景气循环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回来股市里面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加圈指数在今天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积极炫套是什么 站上五日均线 前面几个交易日 在第一天跌破五日均线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提醒过了 跌破五日均线 指数需要时间整理 短线上面会震荡 那指数呢 今天站上五日均线 它有转强吗 我们没有办法说它转强 为什么 你只站上五日均线一天 大家有发现吗 五日均线还在下弯呢 那五日均线还在下弯的话呢 代表是说什么 这个均线会把指数往下拉 好下一步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真正的转强讯号 很简单嘛 你三天不再跌破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自然就会上弯 三天不跌破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自然会上弯 所以只要在接下来到下礼拜二呢 我们的指数都能够熟稳五日均线 这个五日均线就能够重新上弯 再搭配上弯的月线跟季线 其实这个多头排列 我想应该是所有投资朋友都知道了 只要你会看均线 你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是最标准的多头排列 但是你说会这么顺利吗 我认为以目前美股的状况来讲 虽然科技股还是有机会轮动创高 可是以目前华尔街大部分的基金经理人的状况来讲 他们是有在调节大型科技股的 所以短线上面你说这个要再重复 我们这个六月六月初这一段 美国的科技股跟台积电 红海联发科大涨的这一段难度偏高 你要再走一段这样子难度偏高 从22000点一路涨到23400点 你要再重演这一段需要时间的酝酿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居高思维 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 美国的基金经理人 开始去做调节大型科技股 因为他们认为大型科技股的交易比较拥挤 当然了一方面我们了解了咨询 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股价的形态上面 去拟定我们的交易策略 我认为在现阶段站上五月均线第一天 大家不要过度的去追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 其实今天是什么 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是第二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大家不要忘记投信有所谓什么 季底作帐 季底作帐如果今天已经知道是结算 那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人 我又有能力可以去 不要说影响股价 我有能力能够让这个买盘 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去做资金上面的配置 那我一定希望我的股价 我的手上的这些基金的持股怎么样 股价高一点 你这个结算的绩效才漂亮 拿的奖金才多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中小型股 表现是比大型股还要来得更强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我认为就是 这个季底作帐最后一天的结帐日 要好好的拼一下绩效 所以很多的中小型股今天都有非常强劲的买盘 在加权指数没有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贵买指数今天继续的创新高 而且涨幅甚至远远的超过了加权指数 涨了1.4% 1.4%对于近期的贵买指数来讲是相当强 而贵买指数在今天又创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也是呼应了我们前面刚刚分析的观点 也就是中小型股的这个轮动 一部分也是吃到了所谓的大型股的资金外溢 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观念 昨天的节目跟大家聊过了 目前台湾人真的钱超级多 在股市里面的流动性相当的充沛 而这些大量的流动性 前面一直往所谓的台积电 往鸿海往联发科走 但是你资金真的是太多 多到什么 多到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做 这些钱都会自己跑出来 所以资金的外溢效应 它只是什么时间问题而已 它要跑到哪里 跑到中小型股 大量的资金如果开始去做移动 往中小型股去做移动 大家会看到贵买指数今天涨1.4% 在后面还会常常发生 而一发生 中小型股动不动就是涨5% 动不动就是涨7% 动不动就是涨10% 一根涨停板 所以资金外溢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已经观察到了 更明确的讯号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在 这个中小型股资金轮动的过程里面 赚钱的机会 因为贵买指数 今天已经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其实就在告诉我们 接下来资金很有可能 会往这些有强势动能的地方走 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 这个加钱指数跟贵买指数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觉得说要在这个位置上面居高思维 其中一个呢 当然了就是在筹码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基本面交代完了嘛 技术形态我们也跟大家交代完了 还有一个就是筹码 那在筹码的部分呢 其实在近期的外资在台积电的部分 几乎都是正在卖方 觉得好像最近这个行情比较震荡 那么台积电几乎被台这个外资啦 就是卖超的力道是有一点大的 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外资在这个位置上面 前面买那么凶 结果在现在呢 要去做获利调节 而且调节的力道还不算小 有没有单日可以大卖两万张 那另外除了台积电以外呢 我们也观察到了外资的期货净空单呢 昨天指数小跌 那当然了这个空单有稍微回补一点 可是整体外资的净空单还是在多少 还是在两万四千多口 两万四千多口的净空单 在历史上面来讲绝对是多的 绝对是多的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在正常时候台股没有大涨大跌的情况之下 外资一般来讲的平均呢 应该是净多单 大概四千到五千口 历史上面这个净空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最高应该是四万口 四万多口 所以历史最高是四万多口的净空单 现在有两万四千多口的净空单 说真的相去不远啦 相去不远 因为外资一个交易日 它可以动到超过一万口 所以事实上相去不远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要值得留意的是 我很少看到什么 外资的买权净位平仓量竟然是负的耶 我这几年我真的很少看到这个数字是负的 买权是什么 买权代表看多 我们简单来给大家一个结论 当然你要去讲更严谨 可以讲得更严谨 买权就是看多 卖权就是看空 外资在买权的部位竟然是负的耶 这件事情真的是少见 我必须讲真的是少见 另外在卖权的部分 净多单七千多口 一般来讲 外资会把选择权当成是一个避险的部位 现在它连上方要往上涨去做避险 它都不想避了 它直接在买权的部分 变成是一个净空单的部位 所以我们综合了这些数据看起来 难免会让人有点担忧 说外资到底看到了什么 难道台股在这个地方 真的会迎来大修正吗 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 也不要自己吓自己 只是我们把观察到的数据 一样要拿出来跟大家讲 而不是如果后面真的出现修正 我们再说 你看外资前面已经 这个有空单两万四千多口 都修正了才来讲 这个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个现象 我们就先拿出来 跟投资朋友做讨论 如果投资朋友 你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有一些自己的观察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或许在其他节目上面 就可以聊一聊 但至少现阶段 外资的筹码绝对不是站在多方 绝对不是站在多方 外资的筹码目前看起来 是相对的比较保守一点 这个地方也要提醒一下 投资朋友 好了 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不太会讲一些新的股票 我先跟大家讲 不会讲一些新的股票 我们要来聊一点交易的心态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聊过 龙德造船 而龙德造船是我们之前 在三月多的时候交易的股票 然后后来这一个 我在涨停的前一天我们卖掉 隔天涨停板好生气 结果再隔天 一根大量黑黑 打到将近跌停板 那我们要分享的观念是什么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 你事后论 你把K线图打开来看 哇龙德造船 哇多头 哇涨很多 涨很快涨很凶 事后你把线图打开来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今天时间退回去 在三月的时候 你愿意买这档股票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 你如果买到了这档股票 你愿意报到现在吗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你有办法报到现在吗 中间的股价这么洗这么震荡 中间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股票 机器人 NVIDIA AI 重电 这么多的族群 一直不断在轮动 不断在大涨 结果股票都没涨 忍得住吗 大部分的人是忍不住的 那我们忍得住吗 我们也忍不住 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做分析师的工作 当然就是希望 可以帮我们的会员朋友 多打一点周转率 我们在动能 没有那么明显的股票 我们就会去换股 虽然我们最后 龙德造船也是获利出场 可是大家会发现 整体来讲的话 它横盘整理的这个区间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你在K线图上面 看起来很轻松 你真的买到这张股票的时候 抱起来 哇 好痛苦 所以咧 大家要去纠结这件事情吗 不用纠结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发生的 而且我们可以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现在龙德造船 在座的题材 以及它的利多消息 跟我们在三月份 看到的一模一样 大家会发现什么 哇 龙德造船 在手订单超过百亿 这个东西 在手订单又不是今天才接到 又不是昨天才接到的 那说下半年的时候会出塔江建 开始交传 然后还会有新的订单开始进来 这个不是三月份就知道了吗 所以股价很神奇的是什么 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 在短线上面股价是投票机 想买的人多股价就涨 想卖的人多股价就跌 可是长线来看的话 它是体重计 它要反映这间公司 应该要有的价值 所以回归到我们刚刚问大家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愿不愿意买 第二个你能不能报到现在 第二个你愿不愿意报到现在 第三个你能不能报到现在 这三个问题 其实大家想一想 你会发现交易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状况一定会遇到 就是你买了不动 然后中间股价上冲下洗 然后我们没有耐性 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既然已经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我们就不用被这种问题给困扰自己 你拿这些问题一直来折磨自己 折磨自己的心情 买了以后不动 好痛苦 卖了以后股价喷出去 好可惜没有抱住 你每天在股市里面一直在折磨自己 你当然交易不会快乐 所以更好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三月的时候 先看到六月份的题材 这一件事情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 换一个角度的话 不就代表说我们的研究方向观点 其实是没有错的 只是我们后面要怎么把它转换成 我们的交易动能 我们的交易策略 所以我们做好了研究以后 我们能够知道哪些公司是好公司 哪些公司在下半年有机会可以表现 在未来可以有机会表现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你做功课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找出那些好公司吗 所以在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要进场 什么时候能买 当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们有非常多的口袋名单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好公司 剩下来的就是交友技术形态跟筹码 来去帮助我们判断进场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 你在股市交易里面你必然要有耐心 三个月的时间在K线图上面看起来很短 你事后来看你也觉得这个是多头 很棒 这间公司很好 因为股价今天涨停创新高 但这个东西都是事后论 你在事前能做的只有把功课跟研究做好 去了解这间公司是真的好公司 然后找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在对的时间上车 买到这档股票 维持自己的操作有一个高的周转率 当你研究的公司越多 你口袋名单越多 你就会有越多的机会可以掌握到这些有机会喷出去的股票 再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很多投资朋友 至少八成的投资朋友都有一个坏习惯 第一个不停损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超级喜欢摊平 超级喜欢摊平 我们来跟大家讲 其实大部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讲这么有信心 因为几乎所有的股票只要一喷上去 你会发现筹码全部都跑掉了 很多的散物投资朋友在涨第一根涨第二根的时候就卖掉了 然后后面能够再涨一倍的股价完全赚不到 常有的事情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去买好公司 为什么你要站在对的趋势 为什么要选多头的股票 原因是因为你什么事情都不做 这些公司自己就会创高 举例来讲8255的蓬城 他跟隆德造船有没有很像 前面都不涨啊 好魔人哦 好喜哦 但我们知道这间公司好不好 好 营收一直创历史新高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运气很好的就是买在它发动的位置 4月底哦 我们就买在这个位置 发动这个位置 我们就买在这里 所以你不用被前面折磨半年 不用被折磨一年 买在这个位置 周转率漂亮 当然啦 我们还是被折磨了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没涨吧 一直到5月中以后 开始发动 点火 好公司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自己就会创高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下面是什么 散户持股 前面这边明明都报得很好哦 前面这边散户持股 大家都有买哦 都报得很好哦 结果股价一喷上去 全部给他卖光光 全部给他卖光光 卖最凶的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一段 这边呢 几乎全部都卖光了 所以代表什么 后面这段完全没赚到啊 卖得太早 有动能的股票 好不容易点火发动了 卖得太早 为什么 因为太想要获利了结 前面被折磨太久了 但是这样的操作方法呢 你终究就是会注定怎么样 你会小赚大赔 为什么会大赔 坏习惯是什么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呢 强制的股票卖太早 第二个坏习惯呢 弱势的股票一直加码 一直摊 一直摊平 你一直在说服自己是价值投资 但这间公司真的有价值吗 大家要问一下自己 那为什么八成的投资人都有摊平的坏习惯 证据在哪里 一样打开来给大家看 散户的持股 有没有 散户的持股 股价越跌 散户的持股 越买越多 好像要跟这间公司同进退共生死 但这间公司不一定爱你 就算你爱这间公司 台数就是一个空头股票 在台股已经连续经历了这几年的大多头 涨到两万三千点 台数还能够不断破底 那在破底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说 我看到这个现行 到底谁会买 很多投资朋友会买 有没有人买 这个数据不就告诉你了 很多人买 那为什么这些人会买 他一定觉得股价便宜了 从90块跌到80块钱 哇便宜了 赶快买 80块嘛 跌到80块 便宜了 赶快买 哇跌到70块 哇价值浮现 赶快加码 赶快加码 70块 跌到60块钱 好便宜哦 哇这个已经股价快要腰斩了 已经跌到不能再跌了 不好意思下面还有56 后面还有没有机会破底 我们不确定 但股价很明显的就是空头结构 所以你说你一直去研究台数 你一直说这间公司 哇什么 他出了什么新的产品 然后在接下来有什么营收可以贡献 你做了一大堆的事情 做了一大堆的功课 结果你越做越错 你做了越多的功课 你越相信 你一直想要说服自己台数 是一间很好的公司 他不会倒 他的股价终有一天会回来 你就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你加码错的东西 你一路一直加码 一直做一直错 这样子 你的资产不要说会成长了 你这个不要惨赔就好了 这些故事在未来台股 一定会不断的上演 如果你你的交易的习惯 没有改掉的话 你只要不小心碰到一只这种股票 那你的资产就会大幅度的缩水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你要去做风险控制 你要去看风险报酬比 你该停损要停损 买对的股票已经喷出去了 动能已经出来了 你就不要随便乱卖 因为你要反着跟一般人做 一般人是怎么样 涨上去一点点就卖 跌很多一直加码 你反过来做 虽然这违反人性 虽然这在操作上面 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违反人性的事情都会不舒服 老师这个股票已经涨了30%了 还要买吗 老师这种股票已经涨了30%了 能不能先获利了结 老师这种股票已经跌了10% 已经跌了20%了 我能不能再加码摊平 你去摊平很舒服 你获利了结很舒服 但做这些舒服的事情 没有办法让你的资产成长 反而是去做那些不舒服的事情 你该停损就停损 该砍掉就砍掉 该抱着让他喷的股票就让他喷 有一些股票已经涨了一段 但他如果还能继续涨的话 勇敢上车 虽然你买起来你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但是你去做那些不舒服的事情 反而能够让你的财富增长 所以大家要改掉坏习惯 第一个大赚的股票 不要随便卖 第二个亏钱的股票 该停损就停损 做好大赚小赔 这两件事情只要做对 你就赢超过一半的投资朋友 还有切记千万不要摊平 有些公司 他可能或许在短线上面 跌了7%跌了8% 但是我们知道这间公司 它的基本面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可以加码 但破线你该做的纪律 你破底了那个没话讲 你逮砍 但你说已经跌了20% 30% 你还要再去加码摊平 这个习惯千万不要做 好不好 在我们频道 看我们节目的投资朋友 我们做一个小默契 做一个约定 跌超过20%的股票 你手上超过20%亏准的股票 不准加码 不准加码 你加码 你可能可以赌对个5次 赌对个7次 10次里面赌对5次 赌对7次 但不好意思 你赌错一次 你买到一个像这种空头的 哇 没办法 这个很难拯救 这个绩效再打回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好不好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在周末前的这一个 还有我们第二季结束之前 可以教一些 就是这些交易的心态 来帮大家 帮大家去做一点调整 让大家以后 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因为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那我们本来就是用对的方法在带大家交易 那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也没关系 至少你看我们的节目嘛 那你有学到一些正确的 这一个财经知识 有学到一些正确的交易心态 那我相信你在未来里面 自己交易应该也都能够顺顺利利 最后的话呢 我觉得因为时间运输了 我们就不要聊太久了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 会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我们怎么去算筹码 所有的筹码不是只有外资 不是只有投信 你还有很多的数据能够去做加减乘除的运算 那你算出来的筹码的这一个 精度会再更高一点 而现在盘是比较震荡 而这样震荡的状况越久 我认为呢 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讲 会是一个机会 因为股价会有超涨超跌的现象 那超涨超跌呢 反而会有更大的超额报酬空间 因为股价会偏离基本价值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如果股价出现了震荡呢 我认为投资朋友可以去留意 看看有没有哪些好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 趁着震荡的时候买到手上 在后面行情出现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家的绩效应该都会不错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析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投资朋友 赶快帮我们订阅起来 按赞也顺便帮我们点一下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更多的资讯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我们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能够跟着我们的频道 一起成长 一起赚大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星期六晚上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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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抢先报 就在我的个人频道